一對女同性戀伴侶 因為意圖在車內發生性關係 而個別被判處罰款 3300令吉和鞭持六下 她們今天在大約百人圍觀下 被鞭刑 成為全國首宗同性戀者 被鞭打的案例 一對來自登加樓隆運的 女同性戀伴侶在今年4月 試圖在車內發生性行為 她們在今年8月13號任罪後 遭登加樓伊斯蘭法庭宣判有罪 被判處罰款3300令吉及鞭持六下 兩人今天在刮登伊斯蘭高庭 在約百人見證下接受公開鞭刑 法官卡馬魯米伊斯麥指出 這對女同性戀的罪行非常嚴重 已經違背了上槍的旨意 她說這對女同性戀必須接受適當的懲罰 以作為這對女同性戀 和對公眾的一個提醒 這對女同性戀的年齡 分別為22歲和32歲 根據控狀 她們被控在4月8號下午1點10分 在龍運競技場廣場 試圖在車內發生性關係 而這對女同性戀已經承認她們之間的關係 她們認為比起與男子發生性關係 同性關係更加有安全感 MTV7綜合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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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TV7綜合報導